民主行动党周秘书 外币尼可明或周议员 尊敬的各位主讲人 各位不太长的华教权备 所有在场的兄弟姐妹们 大家早上好 首先声明 小弟适合华小奶水长大的孩子 对华教的历史感同身受 我刚才见识了马华朋友的一番高见 小弟念华文终于明白 成语导果为因 导行逆施 如果政府有公平 让我们来做一场民意调查 在场的各位 包括朝野的朋友 华教从1819年 在槟城的武府学校开始 历史193年 这193年来风雨飘摇 走过的是华教的血路 所以刚才主持人一开始开宗 美意就说 希望今天的华教论坛能够杀出一条血路 如果是看庄大道 为什么还要 还要需要杀出一条血路 我们华教一唱一演 一卖一唱一大队 请问在场的哪一位 谁没有捐钱过给华校的 没有一个 谁有捐钱过给华校的 请举手给大家看一下 让记者先生拍照一下 原来前面那一排没有捐 后面的都有 我们今天很清楚的看到 刚才我们的马华朋友开宗明义 他说他昨天翻了马华教的历史 一把眼泪一把鼻涕 看到的都是华校绝类史 他说华社骂马华 其实我们不必骂马华 我们换掉马华 那马华做反备党就好了 他也说来到尼保 尼保是个很特别的地方 因为尼保是华教复兴运动的法源地 对呀 为什么要复兴运动 就是因为国政政府改制中学 被逼入入中 逼入死路 虎万多才要站出来一呼百应 对不对 凡事都有因果 中英德英 中国德国 你不可能种番薯 最后拿西瓜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同样的 他省着举出 排出了已经盖棺论定的纯真录 今天他不敢提蔡希林 他只敢拿陈真录出来 他说陈真录曾经跟东郭阿公阿公说 不知是华人教育都不是华人 对了 这样我只能够很悲哀地告诉你 可能陈真录没有把这个家庭的主讯 传给他的儿子成修信 所以当华社要办独立大学的时候 陈真录的儿子告诉华社 你们要办 只好等铁树开花 等都不用等 所以都不是我讲的 最后他还提到 马华的丰功危机 或我到处去跟华教筹款 各位马来西亚国有国法 家有家会 小弟跟你文财两个在国会 每一年审查预算案 每一年我们的预算案有2000亿 600亿是教育部的破款 如果你马华当家又当权 筹什么款 直接制度花破款 对不对 你不能够当家不当钱 然后来跟我们华社伸手 在场的各位 你们教了今天是教incontact的时候 交了所得税 还要到处一唱一演一卖 每天到处筹款 筹到血都干了 还要交第二所得税 大家感同身受 要改变这种剧面 港教之越换新天 华教才会用明天 我告诉大家 民主行动党在1966年3月18号 318成立到今天46年 开中民意 行动党的党章就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通过和平议会 附近在大马建立社会民主 支持及肯定国语 马来文作为国语的地位 但是保障各母语 包括华文 大面文 英文 甚至于 原著名语文的这一个权力 主张教育民主 为华教权力仗义职业 我们的政策就是 反对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措施和政策 反对单元化教育政策的推行 讲多没有用 马来文时常说行动党会讲不会做 我告诉大家 华教的历史 是193年的血泪史 但是同时也是行动党的抗争史 我们的领袖 环渡大马今天政坛 如果为华教坐牢牺牲个人自由 最多名单最长的 就是民主行动党 当年牦草行动一来 知道政府要抓人 第一个跑得逃之夭夭躲到澳洲的 就是某个政党的领袖 但肯定不是民主行动党 所以我们今天在政府改制中学 把华文中学消灭 改制中学 如果大家还记得 刚才我马华朋友提出陈正路 为什么他不提出李孝友 李孝友人之将死 习炎野山 最后要死之前 跑到电台去向华社 删去公道歉 因为马华欺骗了华社 马华对不起华社 知道马华人中心 连根拔起 这都是历史事实 白痴黑痴 谁敢同定 不是我讲的 当年的李孝友不是马华的领袖 当年沈牧宇为什么被开除 因为沈牧宇支持 华人教育被马华一刀掌 当年朱英勋为他丁捂 朱英勋是我们毕丽州海南人 毕丽州民连政府 自在要把朱英勋 在以保利条道路到今天 朱英勋在哪里 对不对 朱英勋为什么丢官 因为反对国阵政府的政策 1960年代 到1970年代 所谓资武而建筋 温护而执行 看历史才能够 不忘前世不忘后世之师 你看1968年 国阵政府修改 改制总学 当时的教育部长 宣布 只有通过 Cambridge考试 或者是MCE 马来西亚教育文明 才能够触破深造 使他断了独钟 升学的这一条路 难道各位华教前辈 对这个完全都已经不忘记了吗 所以没有办法 华社只能够 继新加坡南大之后 前五后继 全国星期一 发动华社建立 独立大学的 这一个历史典布 使到华文教育能够从小学 中学到大学 一笔床城 完成整个华文体系 教育的体系 最后怎样 如果不是有在朝的人 出卖典荡华教 今天我们需要这么狗眼产传 到处去 向人家求手 伸手气球吗 我在这边声明 明年的政策很简单 我们就是要制度化 承认对华教公平 对责政府 不管给华校 华校是责任 不管给华校不是施舍 华社应该改变这种 气球的态度 让我们当家用当权 当家用作 你拖了55年 说不到 没办法记 让人家做5年嘛 对不对 同样 我们从60年代 70年代 看到1980年代 1987年的时候 教育部派出 不按华文的这个老师 到华小之家 当时你看到 被抓的人是谁 林吉祥 林冠一 达巴姓 刘德西 一条这个名单 如果排起来 老廖精华等等 第一个进去的是林吉祥 最后一个出来的 也是林吉祥 当然 马娃朋友可以风花雪月 吃虾喝辣 因为坐牢的不是你 被抓人家丈夫不是你 吃苦坐牢的 也不是你 你坐官多转 你那里感受到人民 我可以告诉你 我看 我看了 你说华教 行动党对华教 有没有贡献 大家可以买这一本书 昂首走过华教路 这一本书 就是整个行动党 跟华教斗争历史 共存亡最好的 谈过历史 我们看今天 看未来 明年执政 在比利州十个月 短短十个月 是非常短 小弟曾经担任过 比利州教育委员会主席 我坐十个月里面 我告诉大家 我们在2008年 8月30号 玉才独中董事长 陈汉水非常清楚 我们就是在他的面前宣布 史无前例 批利州 以地扬笑的政策 就是我们的政策 当然我们政府 做一半 你抢去了 我怎么做 如果给我们做 我给你看 我做给你看 同样的 我们不止以地扬笑 对于华小 我们更加尽速拨定 口碎无比 我十个月里面 我亲手批的 第一间 一例中华小学 第二间 太平华联二校 太平华联二校 在1978年 申请到2008年 30年 四存大海 只有到了明年 执政的时候 我们不但批 一千块的地价 还是小弟 自逃腰包 捐出来给华联二校 第三间 以保陪南华小 以保陪南华小 之前 搬圈校的时候 国阵在那时候 百万地价 小弟一看到这种人神 共奋事情 马上一笔勾销 一百万变成一千块 一千块 还是我捐出来的 第四个 都压得 同汉华小 六十多年 小弟没有着落 我做十个月 明年政府做十个月 把他批出来 第五个 爱大华民和华小 小弟时常跟 张胜文兄的这个老板 贵家乡是我的好朋友 我们时常在场上 可以 所以你是他的土地 也不错了 我跟他认诺的时候 讲得很清楚 大家评评 爱大华 明德华小 政府学校 捐校一百二十万 教育布置拨款十万 行动党捐十五万 反对党捐到钱 还多过执政党 这叫千里何代 对不对 同样的 和风新中 我们不只照顾 小学 也同样照顾 改制中学 国民型中学 和风新中 旁边一块地 等了几十年 没有拨出来 到最后十个月 明年把它批出来 一千块的地价 也是小弟 捐出来的 今天早上 两个州政府 就批准了 夏阿浪 夏阿浪这个起名滑翔 四英某地 列出宪报 永久 永久 那成为学校保留地 大家要明白 国有国法 马来西亚有联邦 教育是中央政府的权限 不是州政府的权限 州政府能做的有限 我们只能管福利 建校要准政 准政要跟教育部 教育部是谁管的 就是国政 马华 巫统管的 我们给地 希望能够马华 明天就批出 建校准政 除了以地 养校 竞速 拨大 明年执政 宾州 雪州 大家有目共睹 对于华小 淡小 教会学校 每一年都 制度化 拨款 我们举宾州就好 今天宾州 独中 非常 非常简单 富家人 说 酥酥酿酿 每年过年 没有到 林冠英 已经把200万的支票 送到独中 不用求 不用等 时间一到 全就收到 所以要改朝换代 报别腐败 前进人民的口袋 同样的 我想问 你说 华小 小弟几代人 都是在念华小 你说华小有增多 我今天早上来之前 特地上教育部的网页 拿教育部的统计 1970年到今天 我们国小 从4277间 增加到 5859间 短短30多年 增建了 1582间 很好 非常好 那么我们看华小 华小从 1346间 关闭减少了 52间 现在只剩下 1294间 但是学生 从 43万9千人 增加到 60万 2579人 大米尔小学 更悲哀 更淒凉 从657间 减少了134间 现在剩下 523间 摆在眼前 这事实就是 行动党是 1440讲道理 白纸黑字 我拿的是教育部的统计 你拿的是什么统计 我不知道 这是你教育部自己的官方数字 你可以建设1582间 国小 华小建一间 比冬天还难 复办一间 独钟 也比冬天更难 华社 有需要这么 委屈 有需要继续委屈求全吗 不用 不必骂 华明镇 让我们换掉他们 就对了 我们不只是 华小学校减少 我们看过款 第九大码计划 从第三大码计划 我去国会 把所有的数据拿出来 每一个五年的大码计划 我们有48亿的学校发展拨款 马化朋友时常把管理拨款 跟发展拨款 混水墨鱼拿起来谈 老师的薪水也是真不错的 这些拿来讲 各位 发展拨款是发展拨款 这个叫 48亿 华小拿多少 3.48 100块拿3.4 大米尔小学100块拿1块钱 95块1 国小拿完 这就是所谓公平 以民为本 非常公平的 一个马来西亚的政策 你继续支持吧 各位 同样的 我们看 国小 国小有面对失之不足吗 如果真的是 那是大型的 华小失之不足多少年了 从我公公的时代 到我爸爸的时代 到我的时代 到我孩子的时代 今天魏家祥 如果敢来 我要问他 什么时候才要解决 不想不能 才不为意 如果政府有能力 见多 真多 一千多 见多小 你说要他见一百 见华小 他没有钱 不是 是因为拉萨报告书 那间的父亲的报告书 拉萨报告书 拉曼达立报告书 我真的教育政策 走来走去都走不出这个框框 这个教育政策非常清楚 我把1961年拉曼达立报告书的精华告诉大家 里面写得非常清楚 为了国家团结教育政策的目标 最终目标 就是必须从国家制定的学校中 消灭种族性的中学 当然是华文中学 然后以确保各种学生 在国民中学和国民兴中学就读 这是1961年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 到今天还这个目标还存在于整个教育部的教育政策里面 所以很同样 如果真的没有 我们看一看 周壽汉 周壽汉 吃的盐比小弟吃的饭更多 他今天敢站出来说马华典当华教 没有事实他敢讲吗 早就被蔡西利告了陪伴说少役 对不对 今天我们看 如果你说复伴途中 为了求证 我昨天还特地上马华的官方网页 清清楚楚讲明 马华总会长蔡西利宣布 福伴途中 两个星期里面 搞定给大家 今天多少个礼拜了 今天多少个礼拜了 今天是7月15号 6月19号到7月3号 两个礼拜 今天已经过期 所以希望 然后之前 马华给什么理由 他说因为母帝定出国 可是我看到母帝定回来很久了 今天早上的报纸 卫加上还坐在母帝定旁边 有时间去跳 没有时间签途中的批准性 你是不是广东人想 让他拐吃刀皮 我同时也告诉大家 我们对于 富伴途中的立场 是非常明确的 有需求就增见 国家就是多元民族 多元语文 多元教育的 同样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华人的途魂是谁 肯定不是林良师 华人的途魂是谁 林连狱 大家支持平反林连狱吗 行动党国会议员 巴克里国会议员 于德华曾经在国会提成动议 要求政府 东平对待林连狱 恢复他的公民权 平反林连狱 公正党 回教党 举手举脚赞成 可是看不到国政政府 举半条脚毛都没用 平反林连狱 我们等了这么多年 最后得到的官方答复就是 内政部副部长已自量说 死人不能平反 这个报章都有公开的报道 所以我说 与其平反 来接大选不如造反 更加简单 直接了当 我要告诉大家 整个华文教育 华文教育 国文教育 大米尔教育 都是国家的资争 蔡西里时常误导华社 挑战明年 你们对独中疼跑 有什么政策 你们都问了安华三次 安华不要党 不用 安华狼的财力 因为你这不是高调问证 这是走调问证 安华在2009年 我今天一次过 向全国华社交代清楚 明年在2009年 我特地带出 所以有时候 我们马华朋友 看的书 有时候他读的 哪一个版本 我不知道 这里非常清楚 2009年 我给大家 所谓 百事实讲道理 安华 伊布拉姓 亲自签名 明年三党最高领导人 行动党代表 林吉强 马华的代表 回教党的代表 我可能马华退出国阵 我们不懂了吗 还有 安华自己 一个安 一个祥 一个旺 安祥旺 三个都清笔签名 轻轻清楚讲明 我们的陈毕书 2009年已经承诺 来借大选执政不成 承认同考文凭 在第23页里面 如果你看不清楚 等一下借给你看 可是蔡西林大乐出去误导 华社 我明年对华教没有政 没有政策 我们也没有讲得清清楚楚 我们已经通过了 147项治国大蓝图 现在大家要问 连回教党都可以 支持承认同考 我们还支持 巫统做什么 对不对 对 所以我告诉大家 今天我们站在这里 华教论坛论证 即使广义监听这名 其实就是因为国家不民主 今天如果民主 我们大家不必这么辛苦 劳师动众 大家都可以坐在家里 享受冷气 打开电视 全民开讲 对不对 但这就是因为整个 整个官方媒体被国家垄断 才造成今天 我们必须在这边 行动党很清楚 由始至终 一路走来 始终如意 我们的政策就是 中介不同文化霸权 平反华教 争取平等 叛会多元 我也今天在这边挑战 我们明镇马华的朋友 华教以保 五月二十七号 以保华教共识 提出五条 这个 大会的动议 五个动议 我今天可以在这边宣布 民主行动党支持 五月二十七号 以保华教千人 共识五大提案 请问马华明镇 可以不可以像我们这样 严于承诺 严于支持 谢谢各位 那么最后一位的讲员 就是YB 李文财医生 公众党员的 各位主讲 各位主办当局 记者先生小姐 各位华教界的 朋友们 大家 正好 今天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胜费 希望我们 不单只是要有激情 也要有理性 来思考这个 华教的 这个潜伏 我看我刚刚听过 在朝的两个政党的 发表的言论 其实看起来 好像省了很多公谱 看起来每个都支持华教 每个都要 华教征件 每个都要 承认独钟 同好文凭 每个都认为说 华教前途非常非常好 如果每个都认同的话 这样问题在那里 问题在那里 很明显的 问题在武统 如果每个人都支持 华教的问题在武统的话 我就呼吁两位老兄 这时候离开武统了 好 他都招齐了 下来 民政党的代表 我也提到民政党的代表说 我们要用脑力 不要暴力 我们也用智慧 要有勇气 不过今天 今天我们看到 在征集华教是完全没有力 他说打入国阵纠正国阵 那口号他也很强 所以今天他又敢提到说杜全方博士 其实杜全方博士已经放弃了民政党 放弃了国阵 这样你还留在国阵说什么 如果你听到他的逻辑 今天华教筹款亦卖亦捡 一唱是一种服务的话 我想你不如交给Incontact 50%90%你的收入好了 这样你的服务就多多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说 当然我想在这个平台也跟大家谈谈一下 作为公正党我们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我想我要以一个马来西亚人的立场来看待华教的问题 也要以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人的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 这个因为当我们在面对这个华教的问题的时候 如果你只是单单争取华社的支持的话 你这个华教的这条路将不会是康庄大华 将会是一条血路 真的是一条血路 所以如果你要争取有助的支持的话 这条路你必须要是一个多元种族能够接受的路 所以我要以一个马来西亚最主要是一个马来西亚人来看到这个华教这个问题 所以在这个华教这个问题我讲有一个非常重要我必须要重生 作为马来西亚人类分子 作为马来西亚的公民 学习国语是我们的责任 这个我不认为在座的有哪一个朋友不认同这一点 我讲在座的各位相信各位认同 学习国语在马来西亚是我们的责任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要讲到这一点就是 就是安华在2004年 在PT州 以保斗姆公全国代表大会所提到的教育课题的时候 他就已经重生这一点 就是说现在的马来西亚人 不管你是马来人 印度人 华人 没有任何一个人去拒绝学习国语 在这个环境之下 要学习个别的语文有什么问题 我们应该让每一个种族 学习他的文化 学习他的语文 而在公正党 人民公正党 我们有一个17个斗争目标 这个是我们的党场里面的 17个斗争目标里面 第5个5.6里面就提到 以马来文作为国语和官方语文 除此以外保障人民应用学习和用其他语文受教义的权益 不单只是这样 并进一步的应用各种族各文化的传统来建立马来西亚的文化 这个是公正党的党场 这个不是公正党华人的党场 这个是各有助同胞所一起通过的一个党场 这个就是 当然 他会把很多问题 说到安华的身上 不过 别忘记 如果安华做教育部长 有任何的差错的话 马华是国政类分子 民政党是国政类分子 如果安华做教育部长有差错的话 马华民政也脱不了关系 如果安华那个时候做错 马华民政没有法子纠正的话 除了是他们无力 没有就是他们没有勇气 对不对 对 对 不过 1998年到今天 14年了 我看他们还是掉入这个安华狂想症 就好像武统一样 安华狂想症 每天都担心安华做首相 就好像马哈迪一样 每天在电视机污蔑安华 所以今天我们已经14年 安华已经不在国政 不在武统 不做教育部长 不做副首相 今天为什么 我们还是华小的零价不够 为什么 我们的华小的破款还是不够 为什么华社还是要一买 一卖一剪一唱 来为华小筹款 为什么 为什么到今天还不能够承认同好文明 为什么 所以今天这个问题不是安华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 武统的问题 所以今天 请你再一次的请接他 是时候了 追随杜琴帆博士 追行 追随很多这个华家的斗士 是时候离开武统 离开国政的 各位同胞 小弟在 上个月 26号 国会辩论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辩论这个 附加到财政预算案 就是有关 其中有一项 三千五百万零基的附加财政预算案是关于检讨国家的教育政策的附加财政预算案 那个时候我在国会我就讲了几样事情 第一 如果说我们过去五十多年来 国家的教育政策来推行国语 作为 每个民族都能够接受的语文 这个我们必须给他一个肯定 现在大多数的新生代都能够掌握国语 那个时候我也说我身为一个华小生 我为我能够掌握华语 掌握英语 掌握国语三大语文 这个优势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骄傲 不过我那个时候也说 其实我们不应该依照依王的这个模式来建立未来的教育制度 依王的模式就好像刚才所提到的巴恩报告书 拉萨报告书 罗曼塔利 报告书 这个是上一世纪的时候了 那个是五十多年前的文件了 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事件 五十多年没有电脑 五十多年没有这个所谓全球化 五十多年前完全不一样的社会 没有中国的阶级 没有印度的阶级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方式来对待未来的挑战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提到 为什么既然以国政说人民优先 如果是人民优先 为什么不能够尊敬人民的需求 增见华小 增见华小 其实我更进一步的说 那个时候我们其实不应该把华小当作是华人的资产 国小当作是马来人的资产 但美文小学当作印度人的资产 我们应该把华小当作是全马来西亚人的资产 我们应该开放 如果这个期 这个是我在公会所提到的 如果这个期 这个期可能是全体都是 比方说华人聚集的地方 他要求华小 你应该建立华小给他 他甚至他如果要求大美文小学 你也可以建立大美文小学 有什么问题 因为人民有这个需要 作为一政府 你真的是人民优先的话 你必须要符合人民这个需要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民主 其实我刚才听到我们马华的朋友 提到公平这件事 我现在很有证探理 他说当我们要求公平的时候 我不要用公平节了 因为他说当华社要求公平的时候 我们也要顾虑 我们有助同胞的感受 如果你知道公平的话 公平是没有种族之分的 公平是没有种族之分的 如果以移民来争取的话 用理由来争取的话 你不用担心有助的感受 你必须要敢跟他说 作为马来西亚的一份子 我们要求华小 我们不需要自我挨化 我们作为马来西亚人的话 一份子我们有决定的权力 要求增见华小 要求华小公平的破款 如果你到今天还不了解 什么叫做不公平 你就知道像刚才 尼克敏律师所提到的 一块钱你拿三毛四 公平不公平 国小三分四 一块钱拿三分四 国小教师过剩 我们华小教师不够 不够 国小不需要向外筹款 我们每年要向外筹款 所以如果你还不懂得 什么叫不公平的话 我看你去Witipedia check一下 什么叫公平 当然 如果原因是你没有力 当然你要借外面的力 如果你不敢呢 你应该在外面 我相信你的勇气会更大 如果你认为武统不公平的话 你就应该把武统拉下来 当然我们马化的朋友也说 在各区的华小董事会 我相信即使一些董年会 有很多基层的马化领袖 这个我可以很大的认同 我相信很多支部的领袖在华小 在各地区跟华社的接触 非常的密切 也对整个华教的贡献 做出他们的付出 这一点我敢给他100%的肯定 不过今天的问题 并不是马化的基层 今天的问题是在两点 第一点是政策 一个被武统压制的政策 第二点是马化的领袖 背弃基层 背弃华社 这个才是最重要 我们刚才听到说 他怎样吹捧 以前称真录 如何所谓争取华小等等 华教华文教育等等 很可惜的 就好像我们最近看 蔡希丽跟林冠宁的辩论一样 我看今天 马化国争所代表的是国骑士 过去的路 我们也看到 这条路是死路 最重要的 我们要看的是未来 我们如果未来 能够有一个康中的大道 我们希望未来 不是另外一条死路 所以今天 当然刚才主持人有提到说 今天我们最重要的 能够结合朝野的政党 不管谁能够提出最好的政策 都能够给你这个研究了 不过我想有一点 我们非常重要的就是 现在的政治人物都很聪明 他要杀你的时候 他不会说他要杀你 他要杀你也要用一个很悲凡的这个 这个理由来堂堂华盟的杀掉你 那几个例子 当美国总统要占领伊拉克的时候 小布什要占领伊拉克的时候 他说他必须要占领伊拉克 为什么 因为有杀伤力武器 毁灭性杀伤力 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 结果大家就知道 那个不是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 是weapon of mass deception 一个天人的一个大幅话 当缅甸的金人 政府 推翻昂尚书记的时候 把他监禁的时候 他说他是为了稳定 当武统的金人领袖 说必须要同化每一个种族 使到每一个人 每一个马来西亚人 都能够用单一文 单一宗教 单一文化 才能够促进团结的时候 他也是用团结的字眼 他不会说 我要消灭华文 他不会说 我要消灭当月文 他肯定会用一个 很亏防的这个理由 来达到他的目标 所以最重要的 我们来观察这个政治的人物 不只是听他所讲的 最重要的 看他做些什么 他所做的 我们所看到今天 武统过去五十多年 国阵过去五十多年 如果你继续让他再多五年十年 我刚跟你讲 华教是一条死路 那条路还是一条死路 我们也看到我们 自争的州 有制度化的破款 有 不管只是破地等等 甚至在 以地养校事件大家都知道 这个并不是 霹雳州 那么万其实那么万的是 吉兰丹州 回教党自身的州 所以这个很明显的 我们如果要改变这个华教的前途 我们要改变的 应该是这个政策 所以我讲 我相信 待会儿会有一些 话问的时间 我们也可以在那个时候 继续的交流 不过我想今天 刚才主持人有提到说 最重要的 像邓小平所讲的 不管黑猫白猫 会抓老鼠的 就是好猫 不过只是讲 会抓老鼠 不一定会抓老鼠 只讲不做 可能是病猫 也可能是死猫 最重要我们要做 一只好猫 不单只是讲 也要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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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ób humility 为 收 という лять 车 婚 所 嫌